哈囉 我是阿彬 那如果你今天有鼻塞過敏 然後影響你睡眠等等 你今天真的是有福了 因為我長年就是有受這個困苦 然後影響到我的睡眠習慣 然後我就覺得說還怎麼辦 所以我有去看耳鼻歐科 所以他都會給我這種噴鼻劑 那噴鼻劑就是噴一噴 他可能就是前面可能會有一些效果 但是你看久而久之啊 都還是會有鼻塞流鼻水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奇怪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就是找了很多方式啊 我發現一個東西是特別厲害的 就是它 日本最有名Iris的吸塵蠻機 那我知道它的時候啊 我非常開心 因為後來去查一下 原來就是這些小塵蠻在作怪 為什麼 因為這些小塵蠻是露影看不到 它是非常微小 然後我們主要是受到它的糞便 跟它的肢體的關係 因為我們吸到我們的鼻子裡面 然後就產生就是所謂的過敏 方便耶 所以我當我發現有一個機器很有名 而且專門在除塵蠻的機器 所以我就想說來試試看 然後我試完之後啊 我只能說我真的好久沒有那一種 整個通的感覺 整個通是什麼感覺就是 你一吸不會有卡住 或者是很像你吸不到很滿的空氣 我相信如果你是有鼻塞過敏的 你一動的那種感覺是 你可能吸的時候你一定有卡住 但是使用這個之後嘛 哇 我那邊睡得非常好 就像個小baby一樣 那記得這一次是沒有業配的 就是純粹分享 那就是在吸之前啊 跟大家就是講 這裡有一個地方要介紹就是 呃 急塵盒 急塵盒 謝謝提子機 然後我覺得這個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會把所有 待會兒吸的那種什麼 灰塵啊 塵蠻啊 細微的東西把它吸在裡面 另外一個功能它就是 因離子濾網 它主要是除臭跟抗菌 那當然還有第三個我覺得很棒的功能 就是它有三個指示燈 那譬如說我在吸這個地方 然後它顯示紅色的感覺說 哇這個地方是一個很髒的區域 然後你吸吸吸它一定會變黃色 它就會說 欸這個地方OK囉可以囉 當指示燈變綠色的時候啊 就表示說 欸這個地方算是還蠻乾淨的 你可以去處理下一個地方 所以這三個燈啊 也是讓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可以很清楚辨別 這個地方吸乾淨了沒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就示範一次給大家看看 先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它的設計是算是 最輕的 最輕的對不對 對最輕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啊 如果今天它假如有設計一個 就像無限的 然後你可以到處抓了去吸的話 對我來講會更好 好簡單來講就是 它有開關 然後有強 標準跟弱 在吸之前啊 就是先跟大家講 這個吸盤 它是可以做調整的 我前面選一個地方 像譬如說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裡區域就是紅色的 為什麼不會變綠色 可能太髒了 你看 你看紅色 特別髒 有沒有 然後它可能會變黃 喔變綠了 對不對 那就可以換下一個 喔 黃 綠 紅黃 綠 好那其實如果你假如有枕頭啊 抱枕啊 也是都可以吸 讓大家知道說其實 每天你使用的抱枕啊 也是很髒的 你看紅色的 所以啊當然如果你假如有這種 可愛的 玩偶 也可以拿來吸 喔你看 超髒的 天啊 有時候每個晚上也是他陪我睡覺的 有時候每個晚上也是他陪我睡覺的 沒有人還這麼髒 好那剛剛吸完之後啊 我就把這個集成盒拿去看 然後你就發現說天啊 這裡太髒了 而且我剛剛不誇張 因為剛才好可惜沒有錄影到 就是我們只是一打開然後開始在拍的時候 我們沒有戴口罩 結果剛剛就打了兩個大噴嚏 你就知道多誇張 那如果你假如跟我一樣有鼻子過敏 還有鼻塞的問題的人 然後讓你一直睡不好啊 你有這個困擾的人 你可以使用這台機器 那以我的經驗就是 你可以再搭配空氣清淨劑 那我覺得這兩個搭配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舒服感 就是 你呼吸的時候啊 你不會再有這種鼻塞的聲音了 你睡覺的時候就會非常的安穩 好那今天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吸完之後 你有一種感覺就是 太舒服了 太美妙了 你會忍不住想說我要馬上就躺著就睡覺 好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花了一段時間 大概也有大概30分鐘左右 甚至以上 去看你的吸的部位多不多這樣 會比較耗時一點啊 那當然就是如果你完整的吸完之後 它對你的鼻子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由衷的希望你 就是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需要的朋友 他會覺得你是他的好朋友 因為這個影片會對他來講 是太需要太重要了 好那最後啊記得就是 按讚分享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whatever you like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